大家好,雅居樂的產品一直以來都有部分的港澳人士特別追捧 因為始終這個品牌在香港推廣的一些度假屋苑已經超過了30年的時間 港澳人士對這個品牌的認識是相當深的 即使是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買大陸樓也沒有去過中山三鄉雅居樂裡的一些港人也好 對於這個品牌也是不陌生的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很多時候他們在電視裡的廣告或者報紙裡的廣告 都能夠知道這個項目一直都有銷售給我們港人回去度假等等 這次我們帶大家來到中山這一邊 有一個是屬於雅居樂花園裡面這麼龐大規劃的其中一個組團就是萬象棍拍案 不過主要不是要介紹單位又或者那個組團交通上方不方便等等 簡單說我們不是在這條影片裡面要進行一些樓宇的銷售 而是想讓大家看看有業主買了這個項目之後 經我們的合作方團隊完成了裝修之後 到底他用一種怎樣的裝修風格去滿足自己在生活上的一種需要 大家都明白每人對於裝修風格的看法會不一樣 正如之前我說過有些坦州的項目喜歡做到大堂金碧輝煌 甚至乎再不好聽說有些土豪金的感覺 但正正也有些人喜歡這種金碧輝煌 覺得可能是有一種喜喜揚揚 又或者是好像招財進寶的感覺 因為很多黃金嘛 正如我聽過有些人說 工業風這種風格很新 但自己未必喜歡 但是由於工業風是比較流行於一些年輕人的 對於生活家居追求的一種風格 所以這次這個業主正正就是想將自己的單位 打造成一種工業風的風格 到底完工之後整個作品是怎樣呢 接下來我們未來設計算Nicky 就會為大家詳盡去講解一下這一套精裝房 用一種工業風的處理方式去完成了牆身 除此之外還有沒有一些智能化的家居系統 又或者是一些精心雕剁的細節部分 是需要跟大家介紹一下的 今集我們來到中山 這個精裝房的樓盤 跟大家介紹一下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先找到今天的主角Nicky 這套單位都是一個精裝蓋造房 好漂亮 叫我先叫Licky出來 Licky Hello Hello 大家好 很虛心以第二次我們用第一人的視角效果 去拍一些片給大家看 這套風格的感受 其實大家已經感覺到 灰釣是很多的 這套風格也想跟大家分享和介紹的原因是怎樣呢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的一種不同的風格 這種我們叫微水泥工業坊 第二個這套風格 這個單位也是一個精裝房的改造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看看 你精裝房有些不同的改造 可以轉變一種不同的風格 給大家參考 我剛才未進來之後 我還以為是一個沒梯房 剛剛剛收完 其實工業坊和微水泥 為何這種風格 沒有那麼普遍 因為這個業主 他也是喜歡去旅遊 是喜歡北歐國家的風格 微水泥也是北歐的風格 一些小眾風格的一個對表 所以他剛剛落到這套風格 就跟我說 YKIA 我喜歡工業風 你真的喜歡那些顏色很灰 甚至它很少用 有些很溫暖的元素 所以這個單位我們從頭到尾 其實最重要是顏色 有一個顏色的特配 第二個就是少少的硬裝改造 其他的話大家都可以進來看看 OK 我們從門口開始介紹 我看到這個門好像也不一樣 這個門確實不一樣 這個門是用發展廠的門就換了 這個也是用來 目前局類門的牌子比較好的 叫Tata的木門 這個木門是防火防度 接著隔音性也比較好 而且款式是最主要的 客戶進去後 第一眼就挑對這個款式 所以就把這個大門換了 這個門有一個什麼呢 外面你看看是其他顏色 裡面我們又轉了其他顏色 O7 其他的顏色跟家一邊的一個方格 有一個襯托 它又是一種不同的顏色 入到這裏 我們對於整個單位最主要的方格 是用了這個全屋大面積的微水奶 微水奶 雖然大家成時會說笑 我喜歡工業風 我喜歡打仗的風格 其實微水奶是一種質感要求比較高的脆質 所以它在單位融入之後 它整個質感是很明顯的 很強的 入到這邊 其實我們沒有做任何的櫃 以及任何大的舉造 就是在這裏 有一個重電箱 這裡 嘩 對 強電箱就在這裏 即是做了護蟲板 就肉化了這個東西 下面就是肉電箱 這裡的全屋 我們都換了一些開關 比較有意思的開關 就像這種真正是對表工業風的一種開關 全屋都換了 即是匹配風格 入到這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整個風格 我們最主要是換了原始開箱的廚房門 換了這些更加有對表性的 比如工 格仔玻璃 黑色框的一種風格的門 去做這個單懷 特別要講一下 這位業主去買的傢俬 這個傢俬是純實木的 這個也是我們珠海的 細邦四號館 最高端的館去買的傢俬 因為他自己本身 對木這東西很喜歡 包括他本人很喜歡 北歐的顏色 那些風格 所以他親自自己去挑選這些有木的代表的傢俬 嘩 好有這個藝術細胞 是的 原始我們設計的時候 其實就覺得眉水泥 你多數都是用黑色 或者是強烈的線條的顏色 去特別方格 所以我們多數是挑選這些燈具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有造型的燈 好像那些牆 我們都不會做好花的設計 做一些 比如客戶都想說 我想這間屋也有意思 可以做這些工藝的藝術志 在場面上 整個屋就覺得 亦都是有一個藝術方格的一個空間 亦都是有一個家的感覺 是的 進來廚房的話 廚房其實是屬於我們最少的地方 為什麼呢 原始開發箱所有東西都沒有移動 我們就做到這個櫃門 其實大家很多後會會疑問 一旦我想將廚房換了 即是正宗房 其實我們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 你如果真的不喜歡開發箱的顏色 我們可以直接換到一個櫃門 保留它原始開發箱的櫃體 那就OK的了 至於櫃門 很多後會都想問到 即是櫃門的話 你如果想換 影響性會比較大 可能會影響到你下面的櫃體 拆了之後再重新做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換櫃門 不如全部拆到重新做 這個成本是最高的 最高的 是的 進入這個小用桌 小用桌也是最小的地方 我們都是用了一些顏色 不過這個天花原始是沒有的 我們都是為了修飾這個方格 做了這個金屬威絲的色面板 去做這個天花 這個空間的主要都是灰色 不過我們就封了一個窗 這裡享受一片大玻璃的感覺 哇 很厲害 而且我們的窗是很厚很隔音的 這些窗 大家可以看看 高清 是的 我們這個窗都是用吊機吊上來的 即是成組去做 不過這個都要符合物業的標準 它審費通過我們才做的 至於這個櫃 為何我們做得有些層次的感覺 是優越壞了 隱從一些東西 好像裡面有一個熱水爐 因為業主跟我說 他不想看到任何關於熱水爐 或燃氣錶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 隱從燃氣錶 因為開發箱 它只可以在這個位置 我們是想著 最初這裡 如果你成早這樣做上去 就很笨重 空間本身就小 所以我就跟後庫說 上邊那裡是為了隱從熱水器的管 它也是有維修的 如果螺絲一鬆 如果是熱水器重的維修 它也可以維修到 這裏純粹是為了包著這個熱水器 第一個 燃氣錶我們是通過的 因為它可以透氣 隨時有門可以活動 哦 那上面也可以去拿東西 又可以 這裏是一個小龍腿 一個小小的舉造 這裏很特別 所以這個風格比較小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但欣賞這個風格人 他自然都會喜歡 不過我自己都喜歡這些風格 灰灰黑黑的 接受到不同的風格 對 這個廳我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玄浮電視器 對 所以梳化也是合物精挑洗選過 顏色彩 又是跟這個風格有些類似 我們都會見他用這些牛皮色 牛皮色 對 這個是真皮的 全真皮的 其實這個風格多數都是用軟裝和顏色彩上的搭配 包括這些燈子 我們都是一致的 我覺得沙發也很特別 對 對 很舒服 後期業主還會添置比較有個性的 那些青年怪性組 不過這裏的陽台 又是一個屬於改造風格的不同的地方 好像這裏我們又是開了一個門 換了這些格仔門 特色的工業方的格仔門 我們出去看看 因為這個樓層是屬於最高層 所以整個光線是很充足的 那這裏客戶就說我不封窗了 我就要保持路途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這幅牆裏 做了一些木盲磚的藝術的效果 這裏的天花我們全部做了鋁木天花 包括這些很有趣的燈 是露營燈 客戶就想有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燈是可以隨時拿下來的 製造一些不同的感覺 這裏的露營真的有悠閒的概念 後期會放一些戶外的傢俬 坐在這裏 舒服的時候 坐在這裏 看書 聽歌仔都很舒服 這裏的天花是甚麼菜 這裏就是鋁木天花 鋁質天花 即是沒有封窗的情況下 就裝回這裏的家 兩邊左右都有一眼鼓燈 是的 其實我們建議 有兩個露營的情況下 你要看你露營的一個使用頻道 像這些大露營 它是想說舒服為主 休閒為主 我們建議不封窗也沒有問題 OK 這裏是外面的一個風格 這個風換機也是 全部是隔離的 哦 全部是隔離 是的 包括我們工廠的風換機 它全部都是幫我們免費 升級一些風效拉牆 OK 效果就會很漂亮 這個風效街場 我看到是黑色的 效果是比較好的 其實眉水泥 它一遇到光線 整個質感就出來了 即是啞啞的 但它又有些紋路 風格就非常漂亮 嗯 所以它貴又貴在這裏 手光 這個單位就是三間房的設計 這裏就是原始虛發廠的空間 這裏我們沒有進行什麼改造 就是添置了原裝上的東西 門也沒有改造 又是同一的色系 那燈具我們就挑選了一些 有特色一點的燈 那這種燈的火灶 它的燈鋪是可以隨時換的 光度亦都可以調 其實我們這個燈位的方格 所有的木紋色都是一致的 這個櫃都符合業主的一個使用習慣 所以就中間斷開 隨便拉手去用 全部基本上是掛衣區 掛衣服多 對 這張床也是它買得比較有特色的一張 因為它是想著前面可以放一些東西 即是這些風格的床 可以前面放一些東西 它使用性就高些 它也不需要買床頭櫃 空間就簡潔很多 好 這個櫃的顏色和滿的顏色 基本上是接吻百分之九十幾 對 這是虛發箱的 對 這是虛發箱的 對 門也是重新做的 因為這裏 它原始虛發箱的磚是白色的 光綿的 還有我們眉水的距鏈差很遠 所以這裏風格 我們將它改了水泥磚 雅膏的水泥磚 雅膏水泥磚 對 水泥磚 然後洗手盆也是按著我們 WR設計的一些簡潔款 去製造這個洗手盆 不過客戶就說 我想更簡潔 所以就製造了一個智能鏡 這裏就是簡單的藍磚區 這些洞線是沒有改變的 就是變成這些色蟹封面的東西 這裏很高級 對 整個風格適合到外面 OK 這房間是擱住的嗎 這裏就是避用舒服 或者多功能房子用 所以它全部的色蟹都是用來水泥 全屋的鐵肉線其實我們是橙了 我們是直接不要鐵肉線的 對 這個風格也是這些 換了不同的燈 這個是玻璃罩的燈 換了不同的燈式軟裝 去特別回家屋的風格 對 不過這些燈也是可以開關的 這些很有意思 對 工業的 這些 很特別 對 最後一間的主人房 除了主人房的廁所 都是一致的 全屋的風格 不太跳躍 都是一致的色蟹 一致的格局 去做亂的風格 對 因為眉水泥 其實它追求的是減結 以及大色調要統一 風格才會出來 這個是主人房廁所 OK 全屋的光源 其實我們都是存用黃光和暖光 即是3500K的光線 這裏的主人房 它比較大 亦是我們做色調一致 以及背景 又加了兩道致 這裏的空間 首尾靈活一點 一樣的 和剛才的廁所 對 視野都很開揚 很高猛 所以這個風格 我們總結是怎樣呢 流層高 光線比較充足的空間 建議做微水泥風格 都是要自己喜歡的情況下 因為光線一適 這個風格會更加沉 一沉的話 整個風格就變得很黑 哇 這個櫃也很大 對 這個也是按照它的個人習慣 然後製造功能區 也是這裡掛衣服的 下面就是櫃筒 就是櫃筒 所以儲物性是非常多的 儲物是非常實用的 你用過櫃筒的嗎 不止 即是上下兩個 六個 而且有這麼大 你可以放很多東西 很大 你覺得很漂亮 最關鍵 這個顏色 和發展相換 它的相似度率太高了 是的 然後配上這個微水泥 又是食法 又是很舒服 是的 所以我們總結這個風格 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就是 我們都很高興 有不同的風格給大家看 眼前一亮 是的 第二個點是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歡 看看哪些元素 做出你的效果 好像都符合自己的三里 去選除質 好像這一套 我們用的最經典 就是微水泥 大家都對微水泥 慢慢有些了解 就會去了解更多的東西 它的效果 不用說 非常好的 是的 第三個就是 大家可以感受 我們整體的一個 綠地素質 希望都可以 你們選擇 我們的同事 會有信心 和安心的 好的 既然還是新年期間 最後當然要祝福一下大家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新春快樂 我們都有不斷的案例 希望給大家更加多的參考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有什麼需要的話 隨時找回我的設計 好的 那這一套風格 是全身帶給大家的 希望下集再帶些不同的風格 給大家看看 持續關注我們 拜拜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假如你也有灣區的物業 是有裝修需要的話 歡迎你聯絡我們 查詢報價 我們不同的城市 都能夠幫到你的 今集的內容 來到這裡先 我是自家兄弟一湯 下條影片再見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 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 看樓安排 沒想到想在哪裡 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否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常售後服務 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 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